請啟動 多元創新民主參與 數位發展莫達代理 台灣5G數位發展 創建數位 作為發電部 推動電信業者 發電5G垂直場域 應用創新合佈 在國立成功台下 古板體驗多年 還有電信業者 都電視出各行應用選擇 以建構智慧國家的基石加速的數位轉型 提升國家的數位進行率 其中我們目前推動 無助5G網路建設計畫 這個就是希望透過 無助吸引業者 加速加量建設5G網路 不但要提升行業力 帶動網通產業 更要建設跨越的 5G垂直施政產業 在國立方面 有才推出5G元宇宙虛實整合 透過世界上的兩者技術 不及世界較強勢的現場 在這個方面 以AR加上AI 人工地匯技術 加上人體骨幹分析 讓工程的作業領事 更有效率 數位發展部在成大 這個活動上展出的 主要是智慧製造相關的應用 包含像公安 以及產線上人員組裝的SOP 的自動化分析 另外 還有電信壓制 透過5G 將我們固定療廢 帶來和激進 放進去 和平衡激進室 即時連接 強化緊急救護機制 提升激進醫療品質 它這些狀況 其實更需要一些 先進的醫療設備 跟醫師 即時的介入 那有這些設備 我們才有辦法 在我們的中控中心 能夠了解 整個轉轉過程當中 發生的狀況 那即時給予回饋 那指導說 上面應該怎麼做 而且在病人送到醫院之前 我們就可以啟動相關的 比如說創傷 新導管團隊 婦產的團隊 小兒團隊之類的 預先做好準備 那這個其實對整個病人的 癒後跟時效 是會大幅的改善 另外 海中也正是 5G地匯工長做疫情境 現場運行主動包吻車 後面將看到 5G各個去三亞的生意 大家新聞 楊順懷 蔡鴻報道